接着上面就是说 我们心不要常常活在希望里面 这个希望 也就是说你没有真正的把全部的身心力量 用在照顾现前当下的这一刻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出去外面走走玩玩的时候 就以为自己很年轻 听到吗 还可以爬树还可以蹦蹦跳跳 等这个什么树一拉上去的时候 怎么上不去了 才知道原来自己什么 已经老了 筋骨也已经不行了 才知道原来脑海里面沉流的 其实都还是自己年轻的时候的那一个像 所以说很多人在修行的当下 我们讲说能够照顾你当下现前的这一面 就叫做真实的修行 不要一直在想说 现在专心要念佛的时候 或参禅的时候就在想 我怎么参禅能够相应到 所谓的无念 相应到无相 怎么才能够开悟 这句话是什么样的意思 然后这一支箱 我希望能够跟前几次的那一支箱 做得一样的好 然后一面坐水一面还在想 是不是快要进去了 快要到了 快乐快乐 不然就是一面念佛的时候 一面就想 当时佛祖才能够出现让我看 才会来跟我磨点授记 地址的月障才能够真正的进化 当时我才真的可以去西方 真的佛祖跟你说走 你还放不下 是不是 所以说很可怜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在每一刻的当面 我们都没有用我们自己的清净心在用功 对不对 我们没有老老实实的在用功 什么叫老实用功 也就是不要掉落在所有的妄想分别里面 起向而修 就知道现前这一念 是因缘所生法 所以说它是最珍贵的 为什么 因为一气再也不来了 是不是 每一念都是撒那撒那生命 能不能再重复制 能不能给你再来一次 天底下 唯独就是我们的念头 我们的生命没有再来第二次 所以念念都是不住的 因此每一念的因缘虽然是撒那生 撒那面 撒那面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注着 听懂吗 因为没有一个像是真正的存在的 那你认为有的是因为你已经注着在那像里面 是不是 而且那个像还背了很久以前的像 你都继续背 那么如果是你了解说 现前当下的每一个念都是撒那生撒那面 所以在那个撒那面的时候 你就知道没有像可注着 所以说如果这样观照 就叫做照相 听懂吗 我们大家都喜欢出去玩都要照相 不然就要露营 那你就常常要照相 用你的心去照相就好了 不要常常背着那 照相就是照见五蕴皆空 听懂吗 这个就叫照相 会不会 所以心经读到这里就 观自在菩萨行生波罗 波罗密多时 然后怎么样 叫做照相 知道吗 这个就叫照相 听懂吗 照是用智慧去观照 观照一切的诸相怎么样 当下是生灭不移的 是不是生生灭灭 生生灭灭不移 既然是这样 有没有一个像可得 没有嘛 所以就叫空嘛 听懂吗 但是它的空不是断灭的空 对不对 因为它又继续延伸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说如果这样一起智慧 我们会不会要背很多多东西啊 因此你就能够体会到说 凡所有像皆是希望 然后就可以知道 本来五一物何处有尘埃 是不是 你说 什么是真实你的 连自己也不知道 然后就是一直去占有 最后 你真的得到了吗 不是等你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才要得到 就是你现在拥有 你那个拥有是真实吗 给你带来什么样的真实 钱财名利富贵女人 什么什么 你看 对几行是真实的 都不对 对不对 就是你那个分别心 你那个贪念的心 那贪念心就一直贪念下去 你不觉醒的时候 就以为自己这样叫做成就 叫做拥有 可是当进一步的去观照的时候 才知道 你想拥有的那个心 满足不满足 那个欲望有没有 如无底货是不是 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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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永远无尽是追求 你叫做快乐吗 叫真正拥有吗 可能 就像那个马可士的夫人 一打开 他的橱柜里面 两千双的什么 鞋子 还都是没有开的 两千双 然后其他衣服 我们就不要讲了 什么帽子 什么那些头饰 不知道多少 多到他每一天去 不要每一天 每一小时去开一件东西 这一辈子他都开不完 但是你说 他是不是天天还在买 买了以后连看都没有看 就只丢在那里 这叫什么 是不是已经成为什么 物质的奴隶了 是不是 他永远的心就是 追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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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易 然后所有的东西 能不能给他带来 真实的快乐跟满足 没有 永远都觉得不快乐 永远都觉得不足够 所以当白鸡鱼去见鸟科的时候 他说你住在这里好危险 老师上问他 我哪里危险呢 那会掉下来 会掉下来 我这个身体 连我这个身体都不存在 都不是石油 我哪里怕它掉呢 听懂吗 你说高 高如果是会掉下来 会死 他不早就死了 他住了几十年 可见没有掉下来 可见高对他来讲 不是问题 听懂吗 所以你认为的高危险 其实是你心里的分别 而且 这个白鸡鱼被老儿上一讯的时候 他说你才危险呢 白鸡鱼听说 我是刺死 是什么 这一个州 这一个神 阿拉就是最大的关 我有什么危险呢 对不对 是不是 这么多人保护我 照顾我 哪有什么危险 我住的地方是高广大床 对不对 哪有什么危险呢 他说你再想一想 一想 白鸡一单来 不是简单的 果然 半军是不是如半府 是不是这就危险了 所有的这些朝廷里面 看起来都是好朋友 可是背后同你一刀的人 是不是也多的是 还有亲如你的儿女 你想说以前为什么 往事里面的太子或者王子 是最可怜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长大的时候 过程从来都没有接受过父爱 是不是 只知道说那个是他的阿拔 他的阿拔是奄奄的 看都看不到 是不是 有没有得到真实的父爱 没有 所以在指示在什么 很多的其他的什么奶妈 连自己的母亲都见不到 奶妈养大的 照顾大的 所以怪不得我们讲的明代有一个皇帝 他就是奶妈带到大的 后来他把那奶妈当做什么 当做妃子 大他很多岁 然后当上的皇帝还要吃奶妈的奶 听懂吗 然后那个奶妈年纪太大了 不能生孩子 那么结果 所有妃子里面有孕的都被他做掉 那么结果 皇帝知道不知道 当然知道 可是太爱了这个奶妈 太依赖他了 然后最后这个奶妈死了 他第二年也就死了 甚至几十年不上朝 你说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成长的过程中 缺乏了真实母亲的爱 父亲的爱 然后在公司里面 那种的什么 耳仪我诈 听懂吗 清朝也是这样 明朝也是这样 你说他为什么对奶妈这么好 因为在那时候 他的位置还没有确定的时候 被贬到 那么没有人去看管他 没有人去照顾他 是这个奶妈一直跟他照顾的 然后被流放到很远的地方去的时候 也是这个奶妈 一直陪着他 所以他成长过程中 唯一的女人就是他 所以等到几乎长大的时候 就只有这个女人 是他最可信的 所以当然就是变成老婆了 从奶妈就变成老婆了 然后就变成妃了 贵妃啊 这是什么 这就是悲惨了 听懂吗 我讲的意思 你应该听到 身在富贵 会拥有更多的 所谓前世富贵 幸福吗 真的不幸福 哪一个最基本简单的亲情 你都感受不到 然后只有什么 而以我诈 然后甚至于 连做皇帝的人 都要害怕 他的儿子 有一天会干掉他 是不是 他的兄弟 有一天会干掉他 他的大臣 有一天会干掉他 你说这样子皇帝 做的可怜不可怜 像我们当和尚多好 我都恨不得哪一天 我这个位置 也被人家干掉 真的 那本来就没有这个位置 听懂吗 所以我哪在乎 人家跟我干掉呢 明白吗 所以我恨不得 所有的我的师兄弟 真的 都能够上台来 都能够怎么样 来 我们讲说 把佛法 跟大家什么 共同来分享 所以我这些师兄弟 真的是成才的 那么进步非常非常大 而且也都很用功 很努力 我真的很感激他们 确实 那么让我自己觉得 那么至少师父走后 那么所有的希望 那么只要这一批的师兄弟 继续这样努力下去 会有千百个 更多的师父会出现 所以我们对这一批的法师 要给他们信心 给时间 给他们慢慢去成长 他们会成长的 既然发心出家 听懂吗 绝对不会 那么说不想成长的 只是说 成长的过程中 可能要受尽很多的什么 辛苦的训练 但是只要有法 再辛苦 哪怕一怕呢 就怕没有法 没有法的时候 任何境界来的时候 无名一起 就跟着什么 跟着苦了 听懂吗 否则心里 只要有佛法 你智慧一起 艳心一起 慈悲一起 所有的考验 所有的折磨 所有的种种一切 都化成什么 成就你的道业 听懂吗 变成是你的大善知识 不只是人 事情 身体的 种种的状况 都是可以成为 你的大善知识 是不是 你像我自己 生命的病痛 就是他 就是我的大善知识 如果没有这个 大善知识 我哪能够 说这么精进 是不是很多人 都是这样 所以你看 何必问呢 你们都几岁了 为什么不早一点来 是不是都是认为 还早得很 单 在殡仪馆 你去看 那个照片 是不是都是老的 所以说 你们还是福报很大 听懂吗 所以说我们要 真正要认真 那么要 掌握这样的基因 好好的放下一切 刚才我讲 称信起修 称两个信 一个叫什么 诸法延起信空 无我 这里无我 就是一切诸法 没有所谓真正的自信 一切都是因缘生 因缘面 那第二 我们要真正珍惜 延伸的刹那 就是什么 就是永恒 听懂吗 它就是不可再复制 它就是唯一的 所以真实的因缘 我们就要 掌握自己修行 要常常活在 当下的这个因缘里面 不要去再胡思乱想 就是念念 都能够清楚的结造 一切诸法是延起空 所以不执着 念念都知道 我们自己原来的心 是跟佛无二无别 所以要怎么样 要去踏实他 要去相应他 听懂吗 要去真实跟他相应 所以修行 如果叫你们去煮杀 能不能成犯 煮杀你们都知道 不会成犯 有没有人笨到这样子 没有 所以我们也深信怎么样 因为我们就是有这佛信 听懂吗 叫做生米 煮成熟饭 听懂吗 一定是生米去煮成熟饭 既然是生米 可以煮成熟饭 我们现在哪怕是生米 可是只要认真去煮 一定就可以什么 成为熟饭 知道明白吗 所以要深信自己 有这样的潜能 这样的潜能 一天一天的去努力 怎么样努力 不要掉在妄想里面 不要只是每天掉在巷里面去妄想 就掌握现在每一念每一念 叫做不颠倒 不宜吃 不妄想 老老实实 本分的在每一刻 每一分每一秒的当下 去这样的关照 去这样努力 所以不论是做事的时候 也是如此 听懂吗 你以为做事就不是修行吗 做事的时候 你就全部精神 在那上面去关注 没有任何的妄想杂念 然后每一次都敬你的心 听懂吗 为什么要敬你的心 因为每一个阴言都不可再重现 所以你必须要去敬心 然后每一个阴言 也因为你的敬心 而呈现出不同的阴言出来 明白吗 这就是心的可贵 心的可贵 一念生起以恶的心 那所有的境界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 一念你往这个清净心 往佛心来相应的时候 再多的打击 再多什么 你都可以放得下 那你一念怎么样 如果落在起计较分别的时候 人家可能根本没有那个意思 是不是 可能是言者无意 听懂吗 或者说者也无心 可当你听到你的耳朵里面 你就觉得他在毁谤你 或者他在说你 数落你 或怎么样子 这个都叫我们掉在向里 那么能够去关照他 然后注意现前的这一念 然后深信我们跟佛无二无别 所以每一刻用我们自己最大的虔诚心 但是不去忘取相 听懂吗 不要去忘取 就知道说只要一念放下 相应到所谓真正的照相 也就是诸法是空 那你当下就什么 就证得菩提撒多 一照相是不是就是无云皆空 无云皆空其实也不只是无云皆空 无老死亦无老死亦无事亦无德 这些不管是世间法 乃至于初世间法的什么 的智慧的种种的一切 功德果位也都是空 那才叫做什么 才叫做菩提撒多 听懂吗 所以说相应到这里 那你就叫什么 时时刻刻知道要照相 照相 能够照相就是能够做到一相离相 就在所有的相上 你知道相的作用 相的种种的差别 你不否定他 听懂吗 分不出公和母 对和错 是跟非 不对 那叫做什么 那就相应 那叫笨蛋 邪佛不是变笨蛋 不是变相应 是了了清楚 了了清楚 但是不去掉在相里面 也就是知道人非 可是己不非就对了 明白吗 并不是说连人非你都不知道 如果我对这个麦克风骂 他会不会起称恨 不会啊 但是你们如果对我这样骂 我就会起称恨 这就是什么 我没有做到这样的境界 听懂吗 所以说如果真的做到 能够做到一相非相 像这个 他都不执着在相上 听懂吗 不执着在相上的时候 他还是了了清楚 不然就叫做麦克风了 明白吗 明白不明白 这就叫做什么 不执着在那相上 才能够做到什么 离相 你才能够真正把那个真实的相 什么 发挥出来 听懂吗 我们性命里面的真实的佛智慧 要怎样才能够潜体开发出来 显现出来 只有你放下 所有一些的分别计较的 这些相的时候 你当下就在这 真正的严满 所以为什么叫放下 就是严满 撒那就严惩了 明白吗 因为就真的是在一念之间 一念之间 你起向身心去执着 那一切就变成什么 变成三界六道的生死轮回了 你能够一念相应到清静心 诸法当下空极 所以你可以做到理想 但是当然也知道 诸向撒那生的当下怎么样 在撒那生撒那灭的时候 我们经典告诉他 说当处极灭 当处解脱 听懂吗 就是在那撒那生撒那灭的时候 就叫做极灭 就叫解脱 也就是极灭跟解脱 就究竟的成就了 听懂吗 不要等到 要经过三大欧生几节 叫做成就 是不是 佛我们就讲就是无求 然后无贪无什么 你如果一念能够相应到这样 是不是就在那一念里面 你就跟佛相应了 那念念如果这样 是不是念念就佛 他根本连这个佛的念头都不需要 所以佛 人家问他说你是佛吗 不 他说我是在什么 众生之中 有没有 众生不是生死的生 是出家人这个生 他说我就是大众里面的这个一个 所以我并不叫佛 那为什么是这样讲 因为佛如果认定他自己是佛 是不是永远高高在上 就还有那个相在 所以连那个相怎么样 都要飞掉 那你以为如果变成小飞相 小飞相还有相在也不可以 听懂吗 所以又要怎么样 飞飞相 所以说在我们修行上面 我们如果做到 说你能够离一相 离相 你以为那个相当下就是真实吗 没有错 它应该就是真实 可是你如果掉落在有真实可得 那不对 所以又要怎么样 又要真正的离 所以一直离 所以这样子一直离到不可离 我们修行就要做到这样 听懂吗 所有的一切法都要一直放放放到 无可放 离到无可离 那就对了 所以严基金叫我们什么 以患 离患 然后怎么样 最后一直离 离到最后 什么 非患的 就会出现 不患的就会出现 也就是说我们 所有一切的妄想分别 放下的时候 所以离中 不用金叫 他只告诉你 说放下 然后如果放下又怎么样 放下以后 如果叫你还停在那放下 你就叫笨蛋 放下以后你两手空了 才可以再去拿更多的 是不是 明白吗 所以是不是才可以展现出 手的真实的大作用 你看像我们出家人没有家 处处是不是家 所有的人都 都不是自己的 这个什么血肉 什么这些 但是 你说不是吗 是不是我们觉得 比骨肉亲情 兄弟姐妹 还要亲 只要你们在佛法上 真实这样用功 的确就是这样感受 所以我对 我自己的阿爸 我从来很少讲到他 可是 在我的心里 我这个真实的阿爸师父 我永远都没有忘 听到吗 真实这样 是不是 所以我们也一样 我们都来自十方 都来自不同的家庭 对不对 但是当我们进入到 这菩提之家 我们是不是真正的 就像一家人了 生命就连统在一起 所以这位 诸位法师 也是你们的兄弟姐妹 听到吗 那如果比较大的 就把他们当作儿女一样 你们对你们的儿女 是不是常常 会给他们很多的关爱 让他们常常去成长 所以如果这些法师 如果有做的一些比较 没有像以前师父 那么圆满的地方 你们也要像父母一样 给他圆满 听懂吗 因为他需要时间去成长 明白没有 就要稍微小心一点 然后如果他去跌跌撞撞 撞出了很多包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 以后不要跌跌撞撞 是不是 你不要他一跌撞了 你就自骂他 你怎么这么没威仪啊 你是邪活的 你是出家人 这就不对了 听懂吗 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没有 生命 每一个人真的要成长 都有一段的路 成长的过程的路 是屈屈的 是不平的 但是要用佛法去 佛法去的时候 就像此地菩萨 当他出家的时候 多生累劫 出家都以比丘的生 可是他没有在出家 生团里面用功拜佛念经 他常常就拿着一根锄头 去看哪边地不平 他就把它铲平 然后看哪边没有桥 他就用他自己的力量 去把这个桥 去砍树来放也好 堆石头来堆 让人家可以过也好 几辈子都是这样 后来有一天 遇到一尊佛出世的时候 那么他同样在让整地 那么当这个佛头 见到他的时候 就告诉他 新地若平的时候 大地就平了 所以多生累劫 如果只会平大地 而不知道怎么样 往新地里面去用功 是不是算真修行 就不是 可是真正的多生累劫 就在境界里面 会把所有的一些境界 都能够把它平下来 在听到新地若平的时候 大地就平 是不是马上就相应 明白吗 是不是 否则我们讲 你说新地若平 大地就平 你根本就没办法体验到这里 但是你如果多生累劫 我们在境界里面的 起起伏伏 有没有 碰了很多丁 碰了很多苦 但是你一一都走过来 是不是 一一都走过来的时候 最后 三知识告诉你说 无心可得的时候 才叫真正的真心 你是不是马上就能够相应 所以说 知道为什么我们要 佛气残气的吗 如果你们还转不过来 我真的也佩服你们 所以说纵然我们跟佛一样的 有智慧得向 本质既族 可是听了这句话 你能够相应得到吗 为什么不能当下承担 因为你前面的地都没有平好 地都没有扫干净 听懂吗 所以新地无城的时候 大地 城就不可展 是不是 因为你没有做到前面的城 外面的城 你都去不掉了 里面的城 你哪里更能记得掉呢 听懂吗 所以说写佛 我们是不是也要从功夫上去下手 所以告诉你们 每一支箱都要很踏实的去用功 所以我们的总护法是很慈悲 除了每一支箱 要你们真正用功以外 每天还要多少拜 不够 五百拜 听到没有 最后一天 每一天都要交单子上来 煎香 几号几号 如果没有 晚上不准睡觉 所以你们所有的时间 去洗手回来以后 就跟我老实的拜 你说果如法是这么凶 没有关系 因为明年这里 我们可能就没有了 就不办了 不知道了 那么总之就是说 如果你们被我吓怕了 吓大了也别个关系 也就这么一次 听到吗 那么就去接受吧 以前我告诉你 我在主人脑上的精进禅期里面 每一支箱都是两个小时 九支箱是十八个小时 一天要拜多少拜 一千五百拜 不骗你们 你们去问当时参加 主人脑上的这些精进禅期 佛期出来的人 因为都还在 他的那些人也都还在 一千五百拜 我告诉你 每一天晚上能够睡多少时间 顶多一个小时 我们那个宿舍里面 常常是空的 大殿大部分都是比 就疗房里面还多人 为什么 没有一个人不敢教 每天都要教 然后一千五百拜 每天还自己要多 一万生的佛号生 连洗澡 都是洗战斗澡 为什么 热的很 那个大殿比这个爱 比这只有小一半 一百多人 还比师父慈悲一点 师父以前的残漆 连门都封起来 窗户也用厚的厚的链子 都封起来 密不通风的 做什么 把你热死 听懂吗 我骗你 真的都是 你不相信去拿 早期的残漆的 他们写 一层一层 所以里面暗暗暗的 外面看不到 那也不知道 里面那病三瓣 反正那两瓣 嗯 然后呢 里面呢 吹倒下 哦 有够苦 我跟你讲 嘴巴上 那个也差不多 没有电风扇 也没有冷气机 以前都没有 然后一天要拜这么多 那身体的 又穿海青 海青后面都有 什么 有抽象化 你知道 为什么有抽象化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 就马上知道 有这过程就知道 因为海青是黑的 我们那个 一面干 一面的时候 上面有汗 汗的那个 那个就有很多的抽象化出来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然后连洗澡 衣服脱在底下 脚就踩 然后只准洗 大概两分钟 三分钟 衣服脱掉 马上一淋 也都是冷的 管它冷热 然后好了 就一挤干 连那衣服都不必去晒 所以从来没有为了 晒衣场 晒衣服的事情 烦恼 所以叫做淡三衣 很自在 叫淡三衣 多一件都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洗澡的时候 就身被洗干净 然后湿的就在身上穿 很凉快 为什么 你就是穿干的 进气不到三分钟 也全部都是湿的 然后每个人 如果是站在那边拜佛 然后每一个地上 都是湿的 每一个人底下 都是一堆 那个怎么低的 我也不知道 我一点都没吹牛 不相信你们 都还可以去问 是这样子 所以要你们五百拜 严不严 不严 而且我告诉你 我那时候半生不睡 医生都已经说 我没期望的 没救的 又生脑瘤 然后根本拜不下 牢上也不慈悲 还是叫我要一千五百拜 人家拜了十几拜 我才拜一拜 所以那个整整八天 怎么过来 我真的都不知道 到底有没有去床上睡觉 我自己都不晓得 然后拜到不知道 第几天就感觉 这个脖子 一声 竟然就可以转了 以前不能转 然后身体就慢慢可以 比较柔动了 然后更奇怪的 再来见那个 荣总的医生的时候 他每次我去拿药的时候 就敲药打打 就摸我后面的脑瘤大不大 然后看说 还好嘛 还好嘛 那但是还好 每一次都要一两千块的药费 那时候没有健保 我也抑不起 后来就随他去了 还好到现在 真的就是拜佛 宵夜仗 真的是 那时候我连我自己 都不给自己希望了 如果不是那时候 妈妈年纪还很大 我真的就去烧炭 不骗你 太辛苦了 半生不随 然后脑流 那种恐惧 生命对自己那种的无助 不知道谁能够帮助你 然后又没钱去看 那还好 真的 就是从佛法里面 然后打那个气下来 我对一切都承担 虽然当时 也没有什么 但是就承担自己的业障 听到吗 以前还心里不承担的 想说老天 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 为什么这么多人 对我这样这样 那样那样 经过那一个气 真的就完全改变 觉得 这就是你的命 这就是你自己多生累 是不好好的用功 所以今生才会这样 别人不得你得到 可又想一想 还有人已经就是 小孩子的时候 就得到这样的 对不对 是不是我们看到很多小孩子 没有多久就得 得什么癌症的 有没有 什么周大官部 有没有 那些是不是 我想一想 还比他们好 我还多活了几年 那时候才二十一二岁 我还多听了一些佛法 对不对 我还起码知道念佛 还求生西方 所以想一想 还是不错 比上不足 比下怎么样 也太有余了 对不对 所以说就比较安定下来 然后后来再遇到师父 才真正的怎么样 整个生命 有了真实佛法以后 才真实的改变 所以不要怕苦 听懂吗 有这一条命可以用来修行 尤其是在修行里面吃苦 你应该就要说一声什么 现在现在无量修行 听懂吗 这不是开玩笑 你要告诉自己 就是现在 现在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有这样的 一个好命 好的阴眼 才能够怎么样 还来到这里 来念佛 来拜佛 来消我的业障 我现在讲的是真实的 听懂吗 那么真的要这样感受 感受到生命 何其可贵 何其美好 听懂吗 不要每天只是心里 太阳常常都是出来 你的心里面 常常就是乌云密布 然后不然常常就是 刮风下雨 然后还要起大地震 地震不够又要来海啸 不然就龙减风 你以为都在外面吗 都在你的心里 对不对 是不是 常常心里 是不是 常常就起这些 所以叫做 黑风吹起船房 对不对 然后就飘堕罗沙鬼国 那为什么要吹风吹起船房 所以就有一个 当官的 在宋朝的时候 唐朝还是宋朝 应该是李敖吧 不是李敖 那个字我不太会念 那一个 好像高 这边又有一个椅子旁 那个怎么念 那么他也 当官大到蛮大的 而且他的文章也不错的 他就去见一个大和尚 那这大和尚 敬他问法很多年了 然后这老和尚也 很好 也知道他很多 他有一天就问老和尚 说这个 普门品里面 所谓的黑风吹起船房 是什么意思 那你知道老和尚怎么回答 凭你这块料 你也要来问这句话 这个是不是很伤人 他堂堂也是刺死 听懂吗 朝廷的命官 身份地位都不低 来问你这个一个老和尚 像是用地址里来问你 竟然老和尚嘴巴出这样的一句话 伤不伤人 你不讲就不讲嘛 对不对 他就凭你这块料 哪能够问这个 如果下一次你们来问我 我给你这样回答 你们觉得是怎样 如果五体投地的 嗯 可教 如果说不可教的呢 我就叫你赶紧回去念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 因为你们已经被黑风吹起船房 飘躲罗沙鬼国了 结果当这个 老和尚一讲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就变脸 一变脸老和尚就稀稀下下 这个就叫黑风吹起船房 飘躲罗沙鬼国 这个也很有悟性 他一几天就马上知道 哇 高明你看 这个禅宗的祖师指导人家 就不是用文字 对不对 告诉他说 一念起无名的时候 就像黑风刮起来 是不是 然后飘啊飘啊 就吹到什么 罗沙鬼国 罗沙鬼国就是什么 种种的无名贪争 计较就会把你的法身 把你的功德 把你的什么 惠命吃掉 是不是 我们一般是不是这样说 如果是 凭你这块料 你也来问这一句话吗 是不是 更有印象啊 是不是更深刻 那就不必解释了 为什么 真的一念怎么样 无名起 然后就火烧功德 是不是 马上就可以很清楚 所以就是禅室的伟大 所以我希望大家 那么来到这里 我已经跟他讲 说修行要怎么用功 这几天会不会了 要离象修 听懂吗 不要跺在诸象里面 要做到诸象飞象 常常用照相 听懂吗 能够照相就能够变成小飞象 做到小飞象 但你回来的时候 就变成小天使 就很自在了 所以说很简单 听懂吗 然后不要给自己太多的麻烦 就是在现前一念 继续去用功 不要去想太多 想太多了就叫 黑风吹起船舶 明白吗 你们呢 要做到 吹动你的船舶 可是你要随波逐浪 真正的 我们讲的 骑金逐浪而 怕不怕大风大浪 功夫能够骑上金 金鱼上面 是不是 那么能够逐浪 那真的对浪 再大对他来讲 都没有影响 善于超舟的 一夜扁舟 任怎么样 风浪多打 也随风逐浪 是不是 任用自在 那要做到这样的功夫 除了要有智慧的观照以外 还要有脚踏实地的用功 脚踏实地的用功 就是常常认真的观照 然后做到理念 然后在功夫上去踏实的 去一步一步相应 不要只是心高 气短 为什么 做不到 境界来了 你还是黑风吹起船舶 那就不行 你要怎么样 当 众多的众像 都来的时候 四处八方都来的时候 你自然怎么样 喊那个如如 要做到像泰山 不为什么 诸风诸城怎么样 所吹动 那就对了 这就叫做什么 很踏实地用功 明白吗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深信 深信说人人的自信里面 跟诸佛的所谓的德 智乃至于说本体 都是无我我边 所以一念阿弥陀佛 我们讲说一切的法 当下就包括在这一句 这一句声号里面 不管 它是属于你耳朵听到的声音的深层 或者你心里想到的什么 变成文字的什么 变成文字的字层 听到吗 就是相层的 眼睛可以感受到的 或用你心意识 去研道的 叫做事成 听到吗 因为你看到文字 是不是叫做射成 奥密陀佛吗 有没有 或者你耳朵在听的时候 听的叫深层 是不是 然后用心去想奥密陀佛 叫事成 对不对 不管是耳层 色层 什么 事成 每一个尘 我们都把它归纳到 所谓的尘性 在我们讲说 是叫做染屋 对不对 尘是不是叫染屋 染屋才叫尘嘛 我们要知道 心性本质清净 染屋不得也 听到吗 要深信这样 那为什么你建成呢 因为你掉落在分别奇象里面 就叫建成 否则尘是任他自成 干你何事呢 一切世间的像 寥寥的当下 不管哪一个 是事成 根成 还是色成 所有的尘性 叫做 当下生灭 就当下解脱 尘有没有生生命灭 但是尘的性 是不是也引起星空 然后尘的性 是不是也本质清净 本质如辱 本不是灭 你要看到 所谓的生灭的当下 连诚信 无明的当下的实性 都是属于清净的 不生不灭的 不动的 那才叫做真正修行 所以说 一句欧弥陀佛 我们就要做到 从我们这一句佛号声 出来的时候 不管你是用耳朵听的 生成 还是说 在你眼前里面 跑出有 这个什么 欧弥陀佛的像或文字 乃至于心里 观想到 欧弥陀佛的清净 或者智慧的一个感受 你每一个像 都知道它 这个像 当下并不是 叫做 无这个像 你只要 做一切的像 在这个像起的时候 你不起声音分别 当下这个像 就叫做解脱 就叫如如 就叫清净 所以要不要去 特别的去 取舍 如果有取有舍 就掉落在分别心里面 所以说 当这一句 欧弥陀佛念起来的时候 不管是声音的 这一个法 或者你心意 听到的 你都知道 无论是 呈现出来的是什么 其实都是 叫做法尔如是 什么叫如是 就是切切实实 真真的 就是对的 就是圆满的 就是清净的 你必须要 从这里去感受 去体验 才叫真正的修行 那么这样子的用功 就是相应到 我们自己真心的 本质清净 本不生灭 本质圆满 本不动摇 然后还可以怎么样 升起种种的万法 所以每一个成像 也是深深眠眠不已的 有很多的这个什么 阴言出来 但是不管这些阴言的 身或灭 我们都只是如是知 知了以后 不去着它 当下一切相 对你来讲 你就可以清楚的 去应用它 明白吗 所以一句欧弥陀佛 变成你不是去着相修的 什么叫着相修 有的人认为 我们要发现 要念欧弥陀佛 只有欧弥陀佛 才可以救我们 你说这个对不对 很多的人认为 这就是对 那你如果是起相去修 就不对 如果你认定 说欧弥陀佛 当下就是生命 究竟的实相 所以我不是 落在起相 而是我落在什么 就是老实本分的 这样去做 那么他本来就跟我 无二无别 身心他本来跟我 无二无别 所以也没有 叫做我死后才去 也没有所谓 他离开我 是本来就是我身心里面 原来的真实的什么 所谓的妙体 那一个只不过是说 那么在阴言的时候 那么他以阴言所呈现出的 另一个像 向我展示 所一切的众生 当我们经过 真正相应到自己 真实的生命的时候 他并不是断灭的 并不是虚无的 这样明白吗 有很多人 听到佛法的空以后 就把他当作是断灭的 是虚无的 就认定说 无我 无我我谁在修行 无众生可渡 我们这些不是众生吗 无法可修 那我要修什么 无佛可成 那不是更糟糕 所以他们一听到这个 就掉到宜兰的真糟糕去了 那就不可以 我们要怎么样 马上相应到说 所谓的像 虽然有生生灭灭 那是我们的分别心的时候 才叫做生生灭灭 否则一切的像 叫做世间像常住 叫做法住法位 听懂吗 所有的一切像 当下就是圆满的 清净的 不是等他灭后 才叫做无常 并不是等他生灭灭以后 才叫极灭 是一切的像 都是本来也是如实的 所以叫做性像无二 听懂吗 性像不二 呈现出来的一切像 你不掉在分别心里面 一切的像 就是清净的 就是圆满的 所以你们要必须用功上面 去相应到这个 也就是肯定到这一句的话 那就叫真正的开悟 就叫真正的见佛 所以见佛叫做什么 悟无声 悟无声才能够见佛 听懂吗 那你如果没有悟无声 你见的佛是什么 经典告诉我们 说常常有些人 因为自己身心很多的贪念 所以往生的时候 你知道呈现出在他眼前的 最多的是什么 就是他生前最喜欢的 如果他喜欢的是美女 那他要死前 每天看到的就是 一堆美女来陪他 所以他尤其是在 最后一年的时候 好高兴的 美女来接我了 结果等他一口气一段的时候 他马上 这个第八四 尤其变成中英社的时候 所见的美女就变成什么 变成种种的夜差 然后物质的种种的 那些条件 华屋啦 什么那些名车交错 劳师来师啦 什么那些钻戒啊 本来他说 哇 见到这个好啊好啊 赶紧去啊 结果一跑进去里面 就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地域里面去 马上就变成什么 燃烧的地域 种种的一切 然后你自己心 如果贪念着 说想成佛 新的魔就会出现 他会变现出 什么 你想见的那个佛 他就会呈现出 你心里的那个心魔 出现的那个佛出来 所以那个佛就不是真佛 他变成佛魔 所以等你一起念 说要去的时候 那一念 马上见到的就不是佛了 是什么 就真的是魔了 那怎么样才能够相应呢 那已经就告诉你了 物无声就能够见佛 听到吗 所以什么叫物无声 刚才就跟大家讲 观照诸法怎么样 延起信空 对不对 延起信空 有没有声 他的声也是撒那的 听到吗 所以他的灭 有没有真实灭 没有 他也是撒那又撒那身 听到吗 所以撒那身 撒那灭 撒那身 撒那灭 我们呢 众生凡夫不知道这个 就当做实有生灭 那佛菩萨 二圣人看到说 哦 这个身 这个灭 当下是不实有的 所以他怎么样 就要远离 菩萨看到他什么 一生一灭 非生非灭 就知道 身不是身 灭也不是灭 所以在生灭之中 他能够怎么样 呈现出 不生灭的悲心跟艳丽 去嫉妒一切众生 所以在生死中 里面不然 那这样子就叫 真正的修行 明白 所以我希望大家用功 这样子就叫 悟无生 听得吗 这个就叫 称性起修 所以每一季 欧弥陀佛 我们要相应到 欧弥陀佛的什么 真正的内涵 所以欧弥陀佛 我们都知道 叫做无量光 无量寿 那无量光 无量寿 是究竟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呢 下回再跟大家说 好 欧弥陀佛 喝水洗手 回来 继续用功 念念玻璃符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